来我们这些上课以前我先补充一下因为有一个问题啊 前两次上课以后有好几个同学下课都有来问了 我可能没有讲清楚 我一开始我先各位说明一下 所谓的XYZ线性直角坐标轴的选择 我们一般来讲在做应用力学问题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定一个线性直角坐标 那我们一般习惯包括你们的课本 习惯把这个水平轴当X 这个当Y轴 这个当Z轴 但是我们再跟各位说 基本上并没有一定的规定 所谓的线性直角坐标指的就是三个互相垂直的方向 它唯一的要求是要依照右手螺旋规则 也就是要从X从X转到Y的时候 由右手四个指头X转到Y 拇指一定指的就是Z方向 所以你只要决定X跟Y的方向以后 Z就决定了 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子写 我说这个是X 这个是Y 那右手指头 那这边就是Z 反过来讲 如果我一开始决定说 如果我一开始决定说 这个是X 这个是Y 那我们就知道 依照右手螺旋 那我的Z方向 就是我现在虚线所画的 是朝左 OK 那同时也没有能规定掉水平 我就是这样子定 也可以 如果这个是X 这个是Y 那这个就是Z 也就是 不说 一般来讲 我们在做应用力学问题 我们都会先决定一个坐标系统 那个坐标系统 你可以自己决定 哪边是X轴 哪边是Y轴 唯一的条件 就是从X转到Y 的方向要等于Z 你决定了X跟Y 那Z轴的方向就固定 但是哪个是X轴 随便 你可以水平的 可以垂直的 可以任何方向 看你依照题目而定 那这是因为上次上课以后 有几个同学 有好几 有同学不同的时间 下课有来问 因此我们再跟各位补充 说明一下 线性直角坐标的定法 唯一的规则 就是要依照右手螺旋 规则 X转到Y等于Z 至于什么方向是X 是Y 没有一定 你们课本上习惯 大部分的时候 坐标都是用的是这种 但是那课本坐的习惯 并不是一定要如此 那下面 再跟各位回顾一下 我们上次上课讲的 我们这一章 我们主要跟各位谈到了 是外力所产生的力矩 我们在上个礼拜上课 已经介绍的两种力矩 我很快跟各位回顾一下 这是一个物体 这边是一个点A 有一个力量F 作用在这A点上 F对通过O 任何一点O点 任何一点O点 所产生的力矩 我们说是R 我会得到一个力矩 我用两个箭头来表示 那这个力矩呢 F对一点所产生的力矩 这个R就是 这个R就是从O点 到F 这个作用线上 任何一点的位置向量 那这个力矩的意思 就是表示说 我这个F会使这个物体 绕着通过O点的这个轴 绕过通过O点的这个M这个轴 产生转动 然后拇指 就是我那个双箭头的方向 即使双箭头代表一个力矩 单箭头代表力 这个就是一个力量 对一点的力矩 然后因为这个力矩是个向量 我也许可以把它分成 另一两个方向 这个方向 跟这个方向的分量 这个力矩可以分两个方向 那这个分量 就是代表这个力量 对这一个轴的力矩 所以一个力量 对一个轴的力矩 指的就是力量 对通过这一点O的一个力矩 沿着那个轴的分量 所以力量对一个轴的力矩 指的就是这个力量 所产生的一个力矩向量 沿着个某一个方向的分量 那它也就是代表 这个对这个轴的力矩的大小 指的就是说 我这个力量会使我这个物体 有多少的力矩 沿着这个方向转动 那以这个题目来讲 就是如果以这个来讲 一个力矩分成两个分量 一个力矩分成两个分量 表示我这个力量 可以使这个物体 分别绕着这个轴 以及这个轴转动 但是同时绕着两个轴转动的结果 最后合成的结果 就是绕着这个轴转动 OK 这个就是一个力 对一点的力矩 跟一个力 对一个轴的力矩的差异 我要强调 一个力对一点的力矩 可以分成几个分量 每个分量就是代表这个力量 对这个轴的一个力矩 那也就等于是说 如果一个力矩分成三个分量 就假想我这个力量 是使这个物体同时 记住啊 是同时绕着这三个分量的轴转动 最后合成的结果 就是它 那就是我们上个礼拜 跟各位说的 OK 一个力对一点的力矩 跟一个力对一个轴的力矩 我们要这样子讲的是 现在我们今天第三次试节 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一个所谓的力偶 所形成的力矩 基本上各位看右上角头 有两个力量 作用在钢体上 一个是F 一个是负F 这两个力量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作用线互相平行 但是不会重叠 那这样子的这一阻力 F跟负F 我们就叫做是一个couple 中文就直译 利偶 一对的意思 couple couple 我再强调 所谓利偶的特色就是 它是两个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力 它的作用线是平行 但不能重叠 因为如果作用线是重叠的话 这样的力就通通抵消了 那什么都不会发生 所以作用线是平行 但不能重叠 这样子的一阻力 所以利偶通常一定是一队 一阻 负F跟负F 我们叫做利偶 那我们看看这个利偶 对欧点 利偶 对这边这个欧点 所产生的力矩 是什么 那就同一 这是同一个图 从欧点到F的位置向量 我们叫RA 从欧点到B 负F 上面任何一点位置向量叫RB 所以利偶对欧点的力矩 就是等于F对欧点的力矩 加上负F对欧点的力矩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 RA cross F 加上RB cross负F 然后我把负号提出来 所以就变成RA减掉RB 括号 负F 那RA减RB 就相等于从负F 那个负F的尾端 连到F的头 的一个位置向量R 所以我们说要等于是R cross F 可以说我们就比较R cross F 这个就是代表利偶 对某一点欧的位置向量 然后呢 它的大小 我们看R cross F的大小 也就可以等于R的大小 乘上F的大小 乘上三以细大 但是从这个图面上 我们可以看 从图面上 我们可以很明显 这边这个图面 我们明显看出来 R乘上三以细大 就等于一个D 那个D是什么呢 就是负F跟F 这两个平行的力 之间的垂直距离 所以到这边为止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如果有一组利偶 F跟负F 他们对欧点 所产生的利举 就是等于 这两个利偶之间的垂直距离 乘上F 就是D乘上F 可是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不知道欧点在哪里 欧点不管是 这一点 这一组利偶 对欧点所产生的利举 DL答案都是一样 因为它跟有关 它跟D是无关的 OK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利偶 所产生的利举 这个D 跟你是对欧点在哪里 无关 所以我们得到 利偶 它绝对 它利的大小是零 F加负F是零 利偶会成一种利 而这一组利举的大小 就是等于F乘上F 我们本来 都要一个 但是呢 这一组利偶 对任何一点的利举 都是一样 也就是说 我不管欧点在哪里 它对任何一点 只要是一组利偶 它对任何一点 所产生的利举 通通是一样 它的利举大小 只跟两个 从右上角 只有两个有关 一个是F跟D 合起来的这个距离 另外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利举 所以它的方向 也是依照右手螺旋 OK 因为这组利偶 就会指物体转 右手螺旋 母指指的就是我利举的方向 因此由于这组利偶 对任何一点 所产生的利举都一样 因此我们说 它是一个自由向量 Free Vector 所谓的Free Vector 指的就是这个向量 这个利举向量 它可以任意平移 结果都是一样 它可以任意平移 结果都是一样 这个符号 你们看一个箭头 画一个圈 就是代表 一般来讲 我们指的就是 所谓的利举的一个符号 OK 母指指的 母指是向量方向 这个圈指的是 这个指头 就是我们的转动方向 但是通常印刷比较容易 我们自己画的时候 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通常用的是一个双箭头 因为我们画那个圈不好画 那个很难画的立体 所以我们用的都是双箭头 我们会还会再提到 双箭头指的是一个利举 Moment 母指的方向 四个指头 就是这个利举 会使物体转动的 会使物体转动的方向 所以我们讲 利 我在讲 因此利本身就是一个Moment 但是它是一个自由的向量 也就是说 它不要有一个支点 我们本来利举都是一个力量 对一个支点所产生利举 利偶不要支点 它对任何点产生的利举 通通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看 甲地现在有两组利举 一个是F1 负F1 另外一组是F2 负F2 它中间的距离费面是D1跟D2 那我们说 这两组利举是等效 所谓的等效 Equivalent 我再讲一次 就是指的是说 这两组利偶 对任何一个钢体 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 如果是两组利偶 如果是等效 它会满足下面 它会满足下面 这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 等一下 抱歉 我刚刚讲过头了 对不起 没注意 这个D 基本上我们这个D 指的就是利弊 我刚才讲了一下 这个D指的 我们就叫做利偶弊 Arm of the copper 这个D 指的是利偶弊 对利举来讲 它真正关键的距离 就是中间那个D 那利偶的功用 像我们刚刚前面图图看到的 利偶本身就是一种利举 所以它的功用 也是使物体旋转 唯一的差别是 前面的利举 如果一个利对一点做利举 它使这个物体旋转 物体会绕着一个固定的轴 固定的点 而利偶呢 会使物体旋转 它是使物 它旋转的点 基本上不是任意点 是一个固定点 这个点就是直心 所以利偶不管作用在哪里 作用在钢体上的任何地方 它都会使物体 这个钢体绕着一个特定的点在旋转 这个点就是直心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假如这边有一根杆子 我们这样看 如果这是一个固定点 这边有一个力量F 那F对这个点的力矩 就是这个距离乘到F的大小 会使 会使 这个物体就绕着这个点 然后通过这个垂直轴再旋转 可是反过来讲 我现在假定 我现在还是画一个同样的 这个物体 假定它现在这边有一个利友 是这样子 这两个利 大条相等 方向相反 然后呢 这组利友就会使这个物体 绕着直心 通过直心的这个点 就不是任意点了 通过直心的这个点 顺时针旋转 反过来讲 如果我把这个利友搬到这 搬到左边 这组利友还是使这个物体 绕着通过直心的这个点旋转 这个就是所谓的利友 所产生的利矩 跟单独的一个利 所产生的利矩 不同的地方 单独的利 会使绕着物体 是看哪一个是支点 使这个物体绕着支点在旋转 利友 就不管支点 不管利友作用在这个钢体上的哪里 它都会使这个钢体 绕着通过直心的轴旋转 那轴是哪一个轴呢 就是它所产生的利矩的这个轴 以这个题目来讲 那个轴就是垂直直面 也就是我们假设这个利友会转动的方向 然后拇指的方向 那个就是它的轴 但是轴会通过的是直心 我要强调 这一点 这种case 轴是通过直心 OK 这是利友所产生的利矩 跟一个单独的利所产生的利矩 主要的差异 那我们现在就看 假设有两组利友 一个是F1 -F1 距离是D1 一个是F2 -F2 距离是D2 如果我们说这两组利友是等效 也就是说会对钢尼发生同等的效率 它就会满足下面三个条件 第一点 F1 D1 F2 也就是等于说 如果我所有两组利友相等 他们的利友BD 不见得是一样 它的F 大力的大小 也不见得是一样 只要它的成绩一样就好 就F乘以D一样就好 只要F乘以D一样就好 就大小一样就好 D不见得要一样 F也不见得要一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这两组利友 它不见得要在同一个平面上 像右下角这个图 这两个利友呢 它是作用在不同的平面上 只要这两个平面是平行 因为我们注意到 只要利友所在的 因为利友是两个利 一定会被一个平面包含 利友所在的那个平面 它所产生的利举 方向 就是这个平面的垂直方向 所以我们第二个条件说 这两组利友要在平行的平面上 也就指了说 这两组利友所产生的利举 它的向量方向 一定是互相平行的 都是垂直于这个直面 第二点是告诉各位 两组利友 它会对一个钢铁产生同样的效力 但是这两个利友不见得要作用在同一个平面上 只要是在平行的平面就好 还有第三个条件就是这两组利友所产生的旋转方向要一样 你们看右下角的这个图都会使钢铁产生 顺时针的反时针的转动要一样 一个反时针一个顺时针它就不能相等 因此我们两组利友如果是叫等效 就是会使钢铁产生同等的效力 就这三个条件 大小一样 坐在平行的平面上 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平面上任意 平行的平面任意移动 第三个转动的方向要一样 满足这三个条件 这两组利友所产生的那个力举向量 那个M也就一定会一样 下面呢我们再来跟各位先介绍一点点很基本的观念 那后面会用得到 我们等一下下面就是说 通常作用在钢铁上的任何一个指点的一些力的形式可以互换 但是它对这个指点的效果是一样的 也是等效的 有些动作我们可以互换 这其实是各位很熟悉 我们只在跟各位说明一下 第一种 如果一个钢铁是一个指点上 有两个外力 有两个力量作用在一起 那我可以把作用在指点上这两个外力 用它的等效力来代替 也就本来是两个力 我可以找出它的合力 像这样讲的 利用十边心找到它的合力 最后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单独的力 也就等于说 两个力量作用在这一点上 跟它们的合力作用在这指点上 结果是一样 如果一个指点上有两个力 我可以用这两个力来写 也可以只写出它的合力 这是第一种 一个外力 可以用它的合力来取代 结果没有变 第二种情形是反过来 如果一个指点上面 有一个力量作用 我也可以用它任何时候的两个分量 分解成两个分量来代替 第三种情形是 各位看这 如果一个指点 有两个大小 方向相反的力 作用在上面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力量抵消 就像这样讲的 当作这个指点没有任何的外力 这两个动作是一样的 一个是有大小的方向相反 然后给它抵消 同样的道理 很重要的是下面这一个 如果一个钢底上的任何一个指点 我也可以随时随地 给它加上一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力 记得这个不是力 因为它们作用性是重叠的 一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 你没有改变题目 结果是一样 你可以随一随地 一个物体上的任何一点 你可以随一随地给它加上 这样子的一组力量 方便你解释某些现象 我们等一下后面就会跟各位讲到 然后最后一个 那也是我们一开始就说的 如果考虑的是应用力学 作用在钢底上的那个外力 可以沿着它的作用线 任意移动 OK 像我们现在给各位看的 可以任意移动 沿着它的作用线 好 这几种就是讲的 一个钢指点上的任何两个外力 我可以用它的合力取代 作用指点上任何一点的力量 我可以用它的分量来取代 在一个指点上 我可以随时随地 加上一组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力量 不会影响题目 力量可以直接移动 这些都是一些等效的系统 就是它对结果影响 不会变 那我们刚才回到 我们刚刚讲的利偶 我们在讲有几种情况之下 利偶也是等 第一点 你们看左下角这个图 左边的第一个图 它是一个利偶 它是垂直的一组利偶 右边的是水平 但是这两个F1D1不一样 可是第一点 它的F1D1等于F2D2 第二点 它是作用在同一个平面上 我们这图表是同一个平面 我们只把这个利偶转个方向 但是它永远还是是物体反时针旋转 所以基本上这个利偶是等效的 这两组利偶是等效的 也就是说 任何一组利偶 你只要沿着它固定的方向 顺着反而固定的方向 让它转 完全没有影响 第二点 右边的图 就我们刚刚讲的 本来有一组利偶 是作用在上面的平面上 你把这组利偶移到下面的平面 它大小 它的利的大小跟距离都改没关系 只要F1D1等于F2D2 来我们是在同型的平面 也都是顺时针转动 那这两组利偶 也是较相等 所以我们讲的这边 都只是告诉个一件 利偶 只要 它所在的平面 是平行的 大小一样 就F乘上D的结果一样 转动的方向也一样 剩下的可以任意移动 所以它们叫做一个自由 所以我们本身来讲 把它叫做一个自由向量 Free Vector 那这边呢 我们只是告诉各位利偶的加法 你们现在看 它像有两个互相交叉的平面 一个P1 P2 P1上面有一组利偶 F1-F1 P2上面也有一组利偶 F2-F2 那F1跟F2加起来的向量合成叫做R -F1跟F2合成向量叫-R 那因此我们这边第一知道 第一点 F1 F2形成的利偶 是等于R cross F1 F2跟-F2所形成的那个利举 是R cross F2 R cross F2 那我们这两个合力R呢 也会形成一组利偶 所以R所形成的利偶 像这边 如这个式子所讲 R所形成的利偶 就是等于R乘上大R 可是大R就是等于F1加F2 所以变成R cross F1加F2 然后我把它展开来 因为向量这个乘法可以采分配率 所以变成R cross F1加R cross F2 就得M1加M2 这个简单的式子就是告诉各位 以右边这个来讲 指的就是 如果有两个利偶相加 它的结果也是一个利偶 而且它的相加呢 利偶的相加 是依照向量的相加 平行四边形定律 因为利偶本身是一个向量 这个图只是简单的告诉 利偶相加就是等于一组利偶 那最后我们跟各位总结一下 所谓的couple的特性 第一点 所谓的利偶 它就是一种利举 第一个图 下面第一个图是指的是一个利偶 然后第二个图呢 我们就把它用利举的符号来代替 它是一个利偶 它本身呢 就是一种利举 OK 而且 因此它会使物体转动 箭头指的就是它的转动轴 但是 而且第二点 这个利偶 本身是个自由向量 就像讲的 我本来在这边的 OK 哦 没有 不是 这个不是 它的方向 就我们说的 依照右手螺旋 第二段 我们指的利偶 本身是一只利举 然后它的向量的方向 依照右手螺旋 四个指头 是转动的方向 拇指就是向量方向 第三个 我们说它是一个自由向量 OK 它可以任意移动 而且它是使物体有在墙上 是绕着直心在转动 不是一个特定的点 第四 因为它是一个向量 所以利偶真行向量的加法 而且 这个利偶 所产生的利举向量 可以分别分成 分解成沿着XYZ 三个方向的分量 这个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下面一般来讲 如果属于利偶 我们常用的符号有几种 这个是 如果我们现在指的 就是利偶的平面 所以 左边的这个就是反时针 右边就代表顺时针 用一个线给连起来 两个箭头 因为这是只有一个单独的箭头 因为这个是代表利 这是一种利偶的表示方法 也是利举 面利举的表示方法 这是第二种 直接画一个圈圈 顺时针 或反时针 这个通常都是平面上的 利偶是在平面上 但是利偶所产率 如果是一个空间的向量 那就我们刚 你们看 一种是用这一类 但这个我非常的不鼓励 这有时候很容易让人家误解 你那个圈圈化不好 顺时针反而让人家误解 一般来讲呢 我们用的是这一种 就是两个箭头 再去强调 一个箭头是代表一个力量 两个箭头就代表它是一个力举 箭头的方向就是你拇指的方向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是一个平面的问题 我们的利偶通常是用这两种方式表示 空间的我们用的就是这一种 这个再强调 你们课本上都说用这个符号 但是我们一般用手写的尽量不要用 手写的不要用 有时候你会让自己造成一种误解 这个呢介绍了什么是利偶 那我们下面来告诉你 利用利偶的观念 我们就可以移动力量 把力量 我们以前讲过 在应用力学里面 力量只能沿着作用线移动 不能平移 可是我一开始就说过 我们的目的 如果一个钢体有好几个力量 作用在一起 我要加起来 必须要把这些力量 集中到同一点 那这边就告诉我们 如果一个钢体 本来有一个力量 是作用在A点 我可以把它直接移动到B点上 而且不会改变这个力量 对这个钢体的效果 重点是你不能改变力量 对钢体的效果 那我们怎么做呢 做的观念是这个样子 OK 必须因为 本来这个力量 在这个位置的 在A点的时候 它对O点很明显有个力矩 可是如果说你把这个A点 搬到O点的时候 这力矩会不见了 所以你要加上一个补偿力矩 我们的观念就是这样子 第一个这个图 A点有一个外力 然后我移到O点 移到O点以前呢 我先做这件事 我在O点 增加一个F 负F我们刚刚讲的 本来在O点什么都没有 我增加一组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作用线是相同的一组力 这是我说我可以做 如果可以做的话 那这边这是F 负F 那这个F跟这个负F 不就会变成一组couple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第二个图 变成第三个图 第三个图就是我保留原来的这个F 然后因为现在三个力 这个力的F我留着 这个F跟这个负F就变成一个couple MOR 而这个couple呢 像我们讲的就是等于R cross F 所谓的R就是从O点到A点的位置向量 也就是说是F对O点的力举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力量A伏作用在A点 跟一个力量F和一组couple 作用在O点 这两组力都是同等的效力 它对这个钢组的效力都是一样的 这样子的话 我就把这个力量从A点移到O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个力量 我沿着作用线任意移动 不要做任何动作 可如果要把这个力量平移到其他的 我就必须要加上一个补偿力 也就是在A点的这个F 对O点的这个力举 这个效果就是我们叫做补偿力举 这个补偿力举 我们必须要加上去 等于是F 在A点的F对O点的力举 R cross F 这个就是所谓的移动 平移一个外力 这两个结果效果是一样 针对这两个效果是一样的 他们展的效果是一样 同时我还可以更进一步 假设本来在A点 我现在已经移到O点了 移到O点了 所以O点像有一个外力跟一个MOR 就叫MO跟一个MO 这个力举 那我还可以把这个外力从O移到O plant 那移到O plant的时候 那现在这个O plant 除了有F的外力以外 它还会有原来F从 在O点的F对O plant的力举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S cross F 但是原来这个力举也不要忘掉 所以我把这个力量 从O点移到O plant的时候 最后在O plant就会有两个力举 一个是原来在O点已经有的力举 加上F对O plant的力举 所以我们下面这个式子 你们可以自己在你们的课本上 或讲书上写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力举是等于MO 加上S cross F S cross F就是在O点的F 对O plant的力举 当然我们旁边还有一个注解 我也可以让这个力量 直接从A点就移到O plant点 那如果我是把这个力量 从A移到O plant的话 我的偿力偶就变成R plant 也就是从O plant到A点的 那个位置向量 R plant cross F 这个都是一样的 整个这边 那我们唯一用到的观念 现在就直接加这个补偿力 那个力举 那真正观念就是像前面这一所讲 我们是在那一点给它加上 分别加上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量 从这边来讲 我们现在给各位一个结论 作用在方体上的任何一点的外力 我都可以把它平移 平移到任何我想要的点 如果我有五个外力 我都可以把它集中到同一点 只是你把每一个外力移动到其他点的时候 你都要记得 你不只是单纯移动外力 你要加上这个外力到对新的一点 它所产生的力举 这个补偿力举千万不要忘掉 那我们下面呢 给各位举一个例子 那是你们课本上第七页的立题 它这个题目是这样子 本来这是一个摇杆 在B点上有一个400流顿 朝下的外力 然后这个摇杆呢 就连着一个轴 在这个轴的两端 我们一看很明显 有一个大小为200流 那个力的大小为200流顿的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力 因此呢 下面的这一个 这是一个力偶 距离 它的半径是60mm 所以它的距离就是0.12公尺 120mm 力的大小是200 然后你们看题目干嘛 题目是说 本来这个摇杆就是有一个外力 跟一组力偶 作用在这摇杆上面 我们想把它呢 只用单独的一个力量 力偶不见了 大小的一个单独朝下的力量 作用在这个摇杆上 而单独朝下的这个力量呢 作用在摇杆上的结果 跟这个400流顿 和这个力偶 对这个摇杆的效果是一样 那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问的就是 那这个400流顿力 应该是作用在哪个位置 离欧点多远 题目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题目认为 我只要一个单独的400流顿朝下的力 作用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 它对这个摇杆的效果 就会跟400流顿作用在B点 加上下面的这个力偶 对这个摇杆的效果是一样的 问题是 这个力量应该是在 作用在什么位置 我们要求的 OK 意思呢 我们回到前一个图给各位看 这有点就是什么呢 本来是像这个样子 有一个力 还有一个力偶 我现在要把它移到某一个点 只有力 而这个的力偶出来的结果呢 这边算出来的这个结果的力偶 是一个零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适当位置 使得这个MO加上S close F是等于零 那第三个图就只剩下一个单独的力了 也就是说这个力作用在这个特定的位置 O plus就会等于 左边这个有一个力量 跟一个力偶 作用在O是一样的效果 这个题目问的就是这个 OK 就是类似这个意思 我只要是我最后 找到一个位置 最后的力偶是等于零 那我们看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把那个200牛顿 那个力偶的大小算出来 那是很明显 我们有这边有定一个 水平轴是I 垂直是J 我们用这个向量来做 不见得一定要用向量 这有时可以直接看 但我是照你们的解答 他是用向量来看 所以对这个力偶来讲 我的R就0.12 然后乘上200等于24牛顿公尺 因为是顺时针 所以我们说是K 是负K方向 所以我的力偶是负的24K 单位是牛顿公尺 我们力偶算出来了 然后第一步 就像讲的 先把B点的力移到O点 我们要把作用在B点的400牛顿的力 移到O点 如果是移到O点的话 我就要算它的补偿力 所以如果我把400牛顿的力量 移到O点的时候 最后O点的力量是等于什么呢 第一个不要忘了 原来已经有的负24K 所以是负24K 加上R cross F F就是负的400G 那个R就是从O到B点的位置向量 所以应该是等于0.6 600米就0.6公尺 0.6cos30度I 加上0.6cos30度J 那0.6cos30度 那cos60度就是等于0. 那个 抱歉 0.3了 对不起 老师一下糊涂了 0.3不0.6 0.3 它的距离是0.3 0.3乘上cos60度 就等于0.15 这边就算出来 那后面这个 0.3乘上cos60度呢 因为我们用不到 所以它就先写在这边 变成这个结果 然后我们知道 J cross J 是等于0 所以后面是等于0 I cross FUJ 等于是FUK 所以最后的结果 是等于FU的24K 减掉60K 所以最后结论是84K 如 这边这个图所示 也就是说 如果 我先把B点的外力 移到O点 最后结果 就是等于一个-84K 所以结论就是 有一个400牛顿的力量 作用在B点 加上24K的 瞬时针的利O 对这个感知的效果 等于 一个400牛顿的力量 作用在O点 加上84牛顿公尺的 瞬时针的利O 产生的效果是一样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就我们讲的 题目要问的是说 如果我把你移到了一个C点 400牛顿的力量 从O点移到某一个C点 然后它会使最后的补偿利O 会等于0 补偿利举会等于0 也就是说 如果我要移到C点 本来移到C点的时候 就是-84牛顿公尺的利O 加上 在O点的400牛顿 对C点的利举 那这个结果 我们要等于0 那第一点 你们先看一下 先看这个图 如果我把这个400牛顿的力量 往下面移动 这个400牛顿 对下面的这一点 产生利举 你们看是什么方向 是顺时针 那我就知道 那它不可能 那原来的利举就是-84 你不可能抵消的 所以我们知道 我的C点 一定在这个O点 O点往上的这些位置 一定在这个往上 因为我只有流顿 这个400牛顿力量 从这个O点 移到这个C点 是往上移的时候 它对C点的利举 是会反时针 那才有机会 跟原来的顺时针抵消 所以我们假设 我那个C点 一定是在O点 OB的连线以外 不会是在左下角 一定是在右上角 OK 那我们假定的距离 就是OC 因此 我们这边得到 如果是C点的利举 要等于0 就是等于原来 负84K 就在O点的利举 加上 在O点的400牛顿 对C点 所产生的利举 那对这个时候呢 我的位置向量 就是从C到O 是往左下角 说明等于是 负的CO 负的CO cos以60度I 减掉CO 算以60度J Close 负的400J 那还是一样 JCloseJ等于0 负I Close 负J等于正K 因此我们得到了 负的84K 再加上 400的CO cos以60度K 这应该等于0 然后K方向 是相等 直接解 可以解出来 我的CO O到C 距离是 0.420mm 也就是0.42公尺 因此我们知道 是在B点 再往上 120mm的地方 如果你把400 牛顿的力量 直接挂在C点 它所产生的效果 就跟400 牛顿力量 挂在B点 加上一个 -24 牛顿公尺 K的力矩 对杆子的效果 是一样 这是一种做法 我先把所有的力量 移到 这种做法 就跟 我们前面一样 本来是这个样子 我先把所有的力量 移到某一个O点 然后再把这个力量 移到这个C点 移到类似象征 移到C点 使这边力矩等于0 但是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 就像我们讲的 我也可以直接把力量 从A 就移到我要的这个点 所以我们下面 给各位另外一个 好 Altentive Solution 另外一个解法 这个解法就是 我反过来 我不要先把力量 从B点移到O点 我直接就开始找C点 那第一步还是一样 利有200牛顿 那个外力产生的利有 是-24K 我现在把这个利有 它是自由向量 我直接就把它搬到B点 像第二图 所以第二图就B点 有一个400牛顿 跟-24K的 跟-24K的利有 然后我们就希望 找到一个C点 使得所产生的补偿利有 跟原来的负2次 可以抵消 因此我们是指变成了 这个样子 Mc是等于0 等于-24 然后是加上 从在B点的这个外力 对C点所产生利据 所以是负的 也是要负的Bc Cos60度I 减掉Bc 再60度J Close 负的400J 这就是直接算 那这个的最后 因此我们找的只是Bc的距离 展开来最后算出来的结果 Bc等于0.12公尺 也就是120mm 所以C点的距离 是离B的距离 就是120mm 那跟刚刚算法的答案 一模一样 刚刚的答案 420是离O点 这边呢 是离B点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这边有一个单选题 有五个选项 只有一个答案是对 所以这边是一个 简单的选择 我就简单说明一下 单选 五个选项 五个叙述 只有一个是错的 第一个叙述就是 利偶 就是一个自由的力举向量 第二个 如果有一组利偶 作用在钢体的 某一个平面上 那我把这组利偶 平移到这个钢体的 另外一个平行的平面 跟原来第一个平行是平行的 较像一个四面 立方体 我本来利偶 作用在钢体的最上面 我现在把这个利偶 搬到钢体的最下面 如此一来 它对钢体的效果是一样的 对 对 还是错 OK 第三个 所谓的利偶 就是会使 使这组利偶 会对使钢体 绕着执行转动 而且 是绕着 它利偶 所产生力举的那个轴 绕着执行转动 第四个 如果有两组利偶 在同一个平面上 这两个利偶的大小相等 那这两个利偶 是不是等效 第五个选项 如果有两组利偶 是等效 而它之间的利偶B 就是那个D 不一定要相等 如果两组利偶 它的F在同一个平面上 它的F乘上D都相等 我们就说它是等效 这句话错的 错在哪 第一次提错的原因 是因为我漏讲一句话 我们刚刚讲 两组利偶 如果是等效 一定要在同一个平面上 大小要相等 指的是F乘D要相等 F不见得要相等 D不见得 F乘D一定要相等 但是同时要有旋转的方向